我跟你說這是一支超級可愛的影片 我完全被吸引 因為我太想好好睡覺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狀況 是你的伴侶睡覺的時候 他打呼打到像鞠木頭之間 Yup You do You gonna question your whole relationship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在Case上面的專案 專門為前面的人打造一個真的適合睡覺的舒適空間 它是一個睡眠耳機 名字叫做Oslo Sleepbuds 它是一款無線耳機 你看那個矽膠材質QQ的 是完全可以入耳的 看起來就很舒服 入耳式的設計沒有小尾巴在外面 那雖然你耳罩式的隔音比較好 但是你睡覺就不能翻身 如果你戴有線的耳機睡一睡 喊 這類似 我需要側睡 所以入耳式的耳機就比較符合我的需求 當然要睡覺要安靜 據說它的降噪很強 除了物理的降噪 直接塞住耳朵阻擋外面的聲音 擋掉街道上的噪音 或是翹翹打打的聲音 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專門為睡覺設計 所以它是另一個方向要思考 耳機裡有噪音掩蓋的功能 例如說 潺潺流水 白噪音 或者是雨滴的聲音 用一個平靜的聲音 蓋掉外在吵雜的聲音 包含你耳朵裡可能矽膠 跟耳臂摩擦的聲音 這種阻擋覆蓋的噪音掩蓋技術呢 跟主動的噪音消除是不一樣 那官方測試之後呢 它對於在臥室裡面的 這種安穩睡眠是更有效的 做過那種隔音很不好 反電 然後我覺得連3M的 才都幫不了我 這時候就會期待它這個功能 疊在一起是不是可以 讓我安靜的睡覺 那既然它是耳機 耳機該有的藍牙連線功能 它也有 所以你透過手機聽Spotify YouTube 還是Podcast 有聲書 它一樣都可以連結 那不連手機也可以使用 你可以存一組你喜歡的白噪音 或冥響音樂在耳機裡面 那有一個功能我很喜歡 就不論你是大家長途啊 或者是跟男女朋友一起睡覺的時候 你那個鬧鐘一響 就全部的人都會跟著你一起起床 所以呢 它有內建的鬧鐘功能 你可以只在你的耳機裡面 聽到鬧鐘 那鬧鐘也是可以 不連接手機就使用 那其中一個人要早起呢 另外一個人就不用中斷睡眠 鬧鐘自己聽 聽好 還有一個功能我很喜歡 就是它的耳機上面有傳感器 所以當它用演算法 偵測到你已經睡著的時候呢 你原本耳機裡不是在聽音樂或有聲書 它發現你睡著之後呢 它就會慢慢慢慢過去主動 或被動降噪模式 那如此一來呢 你有聲書記不會忘記自己聽到哪裡 然後又可以很安穩的睡覺 偵測睡眠呢 就可以知道你潛層睡眠多久 有沒有深度休息夠 那除了自己的身體狀態啊 其實周邊的環境也會影響睡覺嘛 這就是它充電盒厲害的地方 它的充電盒呢 有環境的感知器 就會記錄你房間的噪音 光線還有溫度 所以在第二天起床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Ozol Sleep App上面 能看到個人化的回報 然後你就知道什麼時候 被什麼事件打斷你的睡覺 這個我要先警告大朋友小朋友 你有沒有過原本身體都沒事 很健康 然後你去健康檢查完之後 紅字衣對你就突然覺得 是不是這裡很痛 還是肩膀有點沉 睡眠監測就是這樣 你偶爾接一接就好了 不要太沉迷 那我有個疑問 為什麼它可以用那麼久 一般AirPods 只是大概五六個小時 連續用就沒電 然後其他耳機可能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頂頂了 但是它可以連續使用十個小時 充電盒可以回血四次 其實算蠻多的耶 所以飛燙美國呢 你扣掉吃飯上廁所的時間 你真的可以好好睡十個小時的覺 總結一下 戴著耳機睡一整晚呢 我心裡還是有一點點小擔心 但是我還是要超級超級好奇 它戴起來的舒適程度 真的可以戴著側睡嗎 我個人就是那種 一有騷動我一定會起床 那它把它降噪寫得這麼強 還可以引導我入睡 我就會真的很想試試看 喔對 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有降噪 但耳機上面有麥克風 所以你就不能接聽電話 真的讓你好好睡覺 好 你覺得呢 你會願意戴一個耳機睡覺嗎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CASE專案 喜歡我們的頻道 不要忘記按讚影片 訂閱頻道 Follow Instagram 我是玉子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